大家好 想不到以為大陸發生的事情 這麼快在香港上演 前幾天有條片 兩個媽媽照顧三個小朋友 應該兩個懂得走 一個是坐嬰兒車 在冬鐵上要求一個男子讓座給女兒 永遠想要別人讓座就有萬差 一開始又怕她的女兒跌 其實我覺得好聲好氣叫別人讓 別人讓就讓,不讓就罷就 我覺得就不會演變到這麼大件事 原來你要別人讓座 這個已經是情與理的分別 好話不好聽 差點說一句 我成人18歲以上 又不是學生 我是全票價 我那張飛仔是全票價 你那個小朋友是用小童半票 那為什麼我要讓給你呢 是不是 講開又講 之前有些人說 量助給老人家 老人家不要上班時間 拿兩元車費到處走 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都是牽涉到這個 是不是正價票還是優惠這個議題 那就好了 她兩個年輕人 我看的樣子應該四五歲 五六歲 站不站穩呢 我不知道了 如果你說不要聽這麼大個 你兒子都不會扶手 那要不就有問題 要不就平時你沒有教 那慢慢就開始 看這條片 她應該是罵了一段時間 那我看到她的小朋友都坐定定 那竟然呢 除了那個讓座給她那個男人 那竟然有些姐姐 或者拍片的那位女士 都加入這個戰局 就說 喂 憑什麼要讓給你先 好聲好氣考慮一下 喂 老鳳的嗎大哥 想舒服的 你想做皇帝的 你就坐的士 叫Uber 就是重點是超沒有禮貌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沒有禮貌 直到她這兩個人說什麼 哇 真是羅網上身 她指責人家拍片的那個女士 拍她的小朋友 喂 好話不好聽 你遮掩著的樣子 你又不是李燦森的女兒 我差拍到你是哪個嗎 我是你幼稚園的同學家長 我不認識你 那她就發瘋了 一看到人拍她的子女 就嘩 大陸那個也好一點 都不是好 台灣那個簡直是瘋婆 那隻眼呢 那隻眼呢 更大過趙薇那隻眼 張大隻眼 什麼叫目露空光呢 露目玄增呢 就是這個公家 她很明顯是主動去撥人家的電話 搶人家的電話 你說什麼都好 你吵架 警察來到 都叫做 叫做 口頭警告 兩個四散沒事 你動手呢 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抓到 人家的手啊 皮外傷啊 有沒有弄破人家的電話 財物損失呢 那很多人啊 尤其香港人呢 就非常之喜歡台灣 覺得台灣人都比較友善 那我在這裡分享一下我自己呢 去台灣呢 都經歷過兩次極不友善的事件 我去台灣旅行大大話 說著微調那些 加起來都十次留下 refin十次 其中有一次呢 我就去抽完枝 抽完枝呢 應該一個星期左右拆線 因為抽完枝也有一個傷口 都要拆線的 穿著那些壓力衣 即是夏天流流 要穿著一件冬天好厚的卡龍 最厚那隻還要成三倍 很緊的衣服 那你想一下 穿著那件什麼甲奶衣呢 還要我抽大腿和腹部 即是我是半身 我整條褲連到上去的bra下面 我是要脫掉那件甲奶衣 才可以去到廁所 所以就是要去屐屍 那我就要去屐�iso 正當我拋一下趁手 嘗你想一下 抽完枝是整個下肌肉分離 那我又拋一下下滑開滑開滑開 LUiker自己一個因運 滲進去屐屍 在這個時候 有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扶着一个七十多岁 拿着拐杖的女人 她是没妥说任何东西 然后她是一只手扯着我后面的背包 扯我回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阻着我闪门 因为我其实大半个人已经走进去 是想着转转身关门了 在这个时候她就扯了我出来 我说不好听平时可能耗用斗痕 那时候又未识猪队友 然后又步你蹦山就不够她抽 外形不会动手的 最多都是计而口角而已 我被她整个人扯了出去的残刺 然后那个人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就开始骂了 拿去的什么国语 很明显一听就知道了 而我听了20年这个台湾综艺节目 一听就知道是很纯正的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 她的意思就是说 你年轻遥遥用什么残刺 你用回正常厕所 这些厕所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士用的 可能Vicious是对的 但她没有问过我有没有需要呢 那就是这里一次了 另外一次 那时候呢 珠妻妻那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呢 我忘记了她是九份还是十份 就要坐那些什么铁皮车 那些冻冻冻冻冻冻的火车 很老旧的 我记得很多个站的 好像是九份还是十份 要坐很久 起码半个小时 那时候呢 就是一个很孵很孵的列车 我呢 那时候就 连站位都孵了 那我就站在那个 坐那个卡车 还有卡与卡中间呢 上落位有一些小小的空位 就站在那个位置 那我就站在那个门口那里 那有几个台湾的年轻人 就坐在地上 那他们那里有一个自动门的 那如果呢 你一有人走过 DETECT到呢 他就会自动打开 那时候我记得很热很热的 夏天来的 那那个年轻 其中一个年轻 就坐在我脚下面 那他一当那个 sense到那个 自动门要关上的时候呢 他就会拿着脚去挡一挡 因为太热了 那是人都想那些冷气流出来 那样 那正在这个 我站了一阵 我想大概都上了车十分钟 都是十分钟内 很短时间 坐在这里的其中有一个女的 正正常常不是大妈来的 我想二十多三十岁 那他就在那儿骂 他就骂着 看着我指着我骂 他说 喂 为什么你要阻止那个门 关上呢 为什么呢 你要把我们的冷气都放出去 搞得我们很热 那 哎 就是我看到这些什么时势 我也免得跟他拗了 我就选择性走开 虽然站位都敷了 哎 真的好啊 不要听下 在人家头 好女不与女斗 那我都没理他 那这两次事件呢 就是我实的的 就是亲身体会到 喂 喂 其实你说台湾人好呢 有礼貌 哪里天嗨 天烏鸭一样 香港人有没有欺人呢 当然有了 泰国的KK圆区有没有欺人 当然有了 台湾为什么这么多情杀啊 诈骗啊 是吧 说那些什么什么卖淫啊 嫖妓啊 小三啊 抢人老公被人反杀啊 大把啦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男人要去买那些越南新娘啊 周围都有这些什么事的 大陆有没有人不排队 打尖打阿婆啊 踢阿伯啊 周围都有坏人 所以你不要说什么 哦 因为他是讲国语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捏捕了他是大陆人 当然啦 在香港来说呢 最多的时候呢 一讲国语又或者不排队呢 我们就捏捕了他是大陆人 但是呢 以阿朱思拉听了二十年这个大小S的 愚脸百分泌 和康熙来尿 和这个什么 潮面仙达根班啊 那么多那么多年的综艺节目 那条阿妈啊 那些台妈一开口 就很明显知道他是台湾人啦 所以他今次想把这件事呢 拉到这个中港矛盾 我觉得真是奇差一着 根本整件事 人家一开头都不是吵他大陆人 根本就是吵他 喂 老讽 还要串齿齿 喱喱喱 喱喱 如果你是好声好气 而是不让助给你那个男的 还要反吊你 露骂你 那其他人都会为你发声啦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完这条片 怎么在场地铁上面的其他 那些路人夹月饼 花生油 ABC都不帮你 那很明显就是你有问题啦 阿善 喂 好话不要听 我年轻子大了吗 你害怕你的女儿跌啊 你不就教他 就是扶实咯 你害怕你的女儿跌啊 不就好像朱师拉出那一招 虽然都不是很合理的 即是 我就并拢双脚 我自己就扶实 而我儿子呢 如果他真的很疲 我就会在 找一个空一点的位子 就让他坐在我的脚面 然后猪队友就在他后面 就拿了两只脚做他的靠背 然后他又坐在我的脚面上 我就最不喜欢我的儿子在其他人的面前说 我很想坐,我很想坐 我就会一定会stop他这样说 我说你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是拿这个波音功 就是那些 是不是那些波音入眠 催眠叫人起床给你坐 我就很不喜欢我的儿子这样说 那你说他这样坐有没有危险呢 是不是不干净呢 小子整天都是乱在地上玩的 有多不干净呢 如果他真的刚刚出发的 你就叫他扶 小朋友谁说一定要坐的呢 你怕你女儿跌倒了 你就不要玩那么多 你就不要玩那么久 早点回家睡 好明显 什么叫做 当了婊子又要立牌坊 一开始那条女儿很明显就是大陆 又是什么自己是BBC 我有大把朋友在这个British British brand Chinese 黄皮黄芯 人家在英国就说那些什么什么老话桥 蹲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听过一定要给小孩坐 是不是 台湾人家都是劝语的 有谁 到今时今日 大把那些台湾的争议都是啦 一定要给你坐的吗 一定要让的吗 不一定的 台湾 英国 哪里都没有一条例 就是说一定要给小孩坐 还有啊 一开始就打算拆 就小小拆的 是不是 不看电话那些都不知道你拆 哇 好好 后面皮到还要主动联络东张西望 真的拆出国际 连我不懂看手机 不懂那些什么whatsapp group 风传那些阿蕾 那些什么奶奶 公公婆婆都知道了 东张西望 整个香港都知道你拆了 亲朋戚友都知道你拆了 哇 那个样子呢 恶到呢 拍你小朋友 你不拆了 怎么会被人拆呢 好说不好听 个个都觉得自己现在是超级巨星 superstar 我真的认识老鼠嘛 真的好说不好听 真的好嘔心 还在东张西望 他又好彩哦 他又真的拆了两滴精华出来的哦 两个都挺好气哦 还要两个好像受了巨大屈辱 安慰对方 一个呢 他又说我们呀真是我们 我们只是想被那个小朋友坐 我们没人家搞他的电话的 他们这样哄吓我 我们两个妈妈是好害的 我们两个是想把自己的小朋友的 我们没人家要跟人家在那个争执的 另外一个就说我们台湾一向以来都是有这个优良传统 我们不知道香港是不会让错的哦 不是说我们的老鼠嘛 就是这个是比较老鼠呢 真的教他啦 真的不要这么拆了 就是想你个女儿是吗 想你两个女儿呢 不要学了你这些什么呢 永远都是那句,新教,如果你不教,社会就会教的了,帮你教的了 如果他们两个一看到,哇,我两个妈妈支持我,以后不用妈妈出声了,用什么来说呢 我一上车一走过去,任何年纪,叔叔,爸爸,哥哥站起来,我要坐啊,站起来啦 我站不稳,看不看到啊,喂,下次回到学校就会这样的啦,是不是 喂,我在地铁,哪个都要让我啦,你不是不让的嘛,你知不知道我哪个啊 喂,你真的知不知道我哪个啊,这些真是七出国际,就是这样的啦,今集完啦